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秋冬我最喜欢的十支口红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给这十支口红做一个试色 然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 但是口红这个东西嘛 大家都知道是千人千色 我会在每一个试色之前 都用遮瑕膏遮掉一点自己的唇色 希望这样子可以最真实的反映出 这个口红本身的颜色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款呢就是我嘴巴上这个颜色 Top4的黑管的69号 它是一个梅子色调的豆沙色 它的这个质地非常的舒服 非常滋润 它在嘴巴上呢是会有一个光泽感 但是它却不会给你那种油腻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适合用来参加年会啊什么的 不会给人感觉特别抢眼 特别抢戏的那种 会显得你非常的有气质 非常提气色的一款口红 第二支是这个露华农的240 它是一个土橘奶茶色 非常有这个秋冬的感觉 擦在嘴巴上呢也非常的滋润 一点也不会起皮 其实也是裸色系的一个颜色 但是很少有这种裸色系 我擦上之后是感觉不像是那种生病的感觉 反而非常的显白 整个也是非常温柔有气质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特别适合通勤来使用 第三个颜色呢是这个 MAC的子弹头Bricola这个颜色 这是一个比较深的豆沙色 这个颜色我特别特别喜欢 出来的颜色呢是有一点那种干枯玫瑰色的 整体色调呢会偏红棕色调 不像春夏的那些口红会显得比较活泼 它这个颜色呢显色度特别高 不管你厚擦薄擦都是非常的好看 然后给人的感觉呢是比较文静 比较有气质的那种 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裸色系 是非常冷门的一支口红 是这个倩碧的Tender Heart 然后它这个颜色呢是非常温柔的粉棕色调 擦在嘴巴上呢完全不会给人有攻击感 但它也有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它的显色度不是特别的高 一般都需要后擦才能达到一个这样子的颜色 但相对的它也非常的安全 不会像那种哑光的裸色系 擦在嘴巴上就会给人一种病痒痒的感觉 它这个膏体呢非常的绵密 擦在嘴巴上就是给人一种黄油的感觉 它的使用感会更像润唇膏一点 所以说如果你也是想尝试一下裸色系的口红 我特别推荐这一支 接下来这个是我回购第二次的YSL春假两用的10号色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玫瑰色 然后擦在嘴巴上呢是一种丝绒质地的 嗯这个质地呢感觉非常的奇妙 不会干但是也不会是那种油润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丝绒的雾面感 这个具体我也特别喜欢 这个用作腮红呢也非常的好看 是那种淡淡的玫瑰色 很有气质 去旅行的话我就特别喜欢带这个 因为特别省空间 而且它这个颜色是那种绝对不会出错的颜色 黄皮白皮我觉得都可以用 很喜欢 接下来呢是YSL的一个老网红黑管的407 它是一个紫调玫瑰豆沙色 还含有微微的细闪 我觉得显白的同时显得你很有气场 我是特别喜欢这个黑管的质地 它是显得你的嘴唇比较水润的同时 不会像玻璃唇釉那样子是比较粘腻 它用在嘴巴上的感觉呢还是比较轻薄 不会太厚重的感觉 这个颜色也是薄涂厚涂都非常好看 我自己现在用在嘴巴上呢是擦的比较厚一点 所以会更有气场一点 薄擦呢是那种比较温柔有女人味的颜色 我都很喜欢 如果擦这个颜色再穿一个风衣的话 给人感觉是那种酷酷的女人味 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就是这一支 我觉得都不用多说了 Armani的红管200号 然后它是一个非常美的红棕色 就是秋冬必备的一个颜色吧 然后它这个颜色呢薄擦厚擦都好看 现在我是薄薄的擦了一层在嘴巴上 因为我觉得薄涂显得更温柔一点 如果你厚涂的话 它的棕调会更重一点 然后会显得更加秋冬一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怎么使用 然后它的质地呢我也特别喜欢 它是一个哑光丝绒的质地 但完全不会倒把干 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超美 很高级永远不会过时的一个颜色 接下来呢是这支欧莱雅小男腰314号 它是一支这种红调比较重的玫瑰豆沙色系 哑光丝绒的一个质地 然后它这个颜色和质地组合起来呢 擦在嘴巴上都是会给人感觉一个 偏成熟偏优雅偏气质的一个豆沙色 我觉得特别适合秋冬 然后这个颜色是我放在包里的一个必备色 就随便擦一点都好看的那种 虽然是一个开价产品 但是我觉得它的颜色啊 质地啊完全不输给大牌 非常值得收的一个颜色 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 是这支Jeffrey Star的Pumpkin Pie 就跟它的名字南瓜派一样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的脏橘色调 然后它里面还带着微微的细闪 非常的好看 擦在嘴巴上呢非常的显白 我的感觉就很像每年万圣节 满地的那种大南瓜的感觉 它的质地是那种欧美比较流行的 这种完全哑光的一个质地 相对产生的问题呢 是会显得床纹比较重一点 但是这样子呢 保证了它的持久度非常的强 非常非常秋冬的一个脏橘色 最后一支就是这支 我之前斯福兰巴姆哲开箱里面的 一个斯福兰自己家产的25号色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砖红色 然后用在嘴巴上呢 非常有这种秋冬感 也非常的有复古的感觉 上嘴呢是完全哑光的一个状态 然后非常的持久 喝水啊吃东西啊 我的嘴巴上它都非常的牢固 我感觉有一点像之前那种 上个世纪的港星会喜欢用的一个颜色 一个很有风韵的砖红色 我觉得很漂亮 以上就是我秋冬最喜欢用的十支口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成功中场呢 大家也可以在底下给我留言 告诉我你们在秋冬最喜欢用的口红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别忘了关注我 然后给我的这个视频点个赞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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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